啦啦啦啦 陈小亮北京话大讲堂之 京谦教学 大家好 作为一个胡同上流社会人士 深深的知道北京的语言那是博大精神 历朝历代的各种外来语融合了北京话 这里边有一股洪流就是 蛮语 以前当我们发现一些北京话没法解释的时候 往往会说 就什么规定的 等于您听完这期就不一样了 您会说 孩子呀 那是蛮语呀 那就讲讲呗 来 走着 陈小亮京谦教学第十六讲 北京话里的蛮语 PART ONE 名词里的蛮语 先说一个经典的蛮语食物 北京人都知道 蛮语叫 SATMA 以前是一种野果的家常做成的点心 称为狗奶的汤詹 狗奶的 汤詹 后来北京的糕点铺做了一种点心 叫 SATM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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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y father's favorite 再说说姓氏系列的蛮语 那是隐藏的很深 你会发现身边有各种皇亲国戚 不要以为 爱心绝路是离您很远 爱心满语过来就是金 绝路满语过来就是赵 谁还不称个姓金姓赵的FRIEND 金三八 同利可得 叶和拿拉是 姓叶那南白 傅查是姓傅 佟家是姓童 齐家是姓齐 瓜尔家是姓 瓜尔家是就不姓瓜了 姓关姓石 姓包 姓报 姓包 这离您就更近了 北京秦书太早 关学曾关老爷子 那精巧倍儿立的 为什么说贪老人家离您近呢 因为贪老人家孙女离您近 他那孙女姓关 明 小彤 接着说地名系列的满语 这些地儿全国人民都听说 大连 满语是海岸的意义 加姆斯贺站的意义 鸭绿江 田地边缘的江 牡丹江 满眼的江 嫩江 满语是 妹妹江 妹妹江 南部城 这嫩江 满大江都是大姑娘 PART 2 北京动词里的满语 这动词啊 分为动嘴的和动手的 有动嘴又动手的 先说动嘴的 掰尺 满语念 掰什么什么 北京话是争论的意思 掰尺 掰尺 也就是说在北京 辩论大菜就叫掰尺大饭 一辩跟二辩 掰尺掰尺 大辩跟小辩 掰尺掰尺 大辩小辩 哼的 源于满语 哼什么什么 北京话是 择背和数了的意思 哼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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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般都是家长哼的孩子 哪天开家长会 哪天就是哼的 本人打小辈 哼的大 接着说动手的 乖的 源于满语 咕什么什么玩意儿 北京话是拍打的意思 乖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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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般都是个高的 乖的个矮的 也就是说 摇云摇主席 能满世界乖的人 而郭敬明 可以满世界被人乖的 嗯 还有一个动词 咔指 源于满语 挖什么什么什么 北京话是挖和掏的意思 咔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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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般是说 沾上东西的 给咔指 比如那姑娘脸上 有你脸子 你给咔指 再咔指 使劲 咔指 咔指 准得if 往母后的k 瞧您这礼拜过的 一环k一环 整个一ik的味�anska Part3 北京形容词里的满语 形容这人被冻的知哗嗦 叫冻的 прис 咔指 形容这人拉他 说他 骂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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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蛮语 好像小拉宝 那小拉宝就应该这么长 小勒扫 真也不真勒 勒扫大王就是他 这孙子真勒扫 行这姑娘漂亮好看 就说他 袍儿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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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蛮语是哭什么什么玩意儿 看见漂亮姑娘的时候 你心里就该嘀咕了 嘿这姑娘真漂亮 袍儿亮 调顺 甭管认识不认识 攀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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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 我讲完了 其实北京话和蛮鱼里的联系海大去了 倒腾是哪来的 改肉是哪来的 搁置是怎么来的 MASA是怎么来的 等等等等 等待您去发现 我呀也就是齐头 各位有兴趣可以多研究研究 得了 回见了您呐 到这儿 有一个蛮鱼的词啊 全世界都在用 平时也都不好意思说 但是本着元素教学的目的 我还是说一嘴 蛮鱼里的徒弟呢 竟然念撒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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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撒笔 这个词发音不好 咱们不能告诉他们 那就告诉你了啊 到这儿 一个千万别往外说 最后我再教你一句最牛逼的 你一定要记好 I'm 长小亮's fans 跟着我念 大声点 I'm 长小亮's fans 公众号搜画家长小亮 微博搜M豆没事 就是我长小亮 本节目说的挺对 如有雷同 绝逼潮喜